最后一位 我也不过说话 有请杨丽 男性要小看 对不对 我现在是把这些男的都吓坏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又来录这个脱口秀大会了 真的 这一季就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 我这一季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写不进去段子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发现这个事已经不刺激我了 我紧张不起来 因为我前一期老觉得 我只要随便演演就赢了 你是吗 你知道 我做个太简单了 你知道什么才难吗 恋爱 恋爱可太难了 恋爱之难 难于上节目 我甚至为了谈恋爱 还去录了一个节目 叫锦衣日可恋 你们看了吗 千万不要看 那个节目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每天都要出去 认识一个新的男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话 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爱好当工作 太痛苦了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 认识男的会这么痛苦 我跟你说 现在已经到这儿了 就是 就是男人在我精神领域的 这个含量已经到这儿 就是顶 路到第五个的时候 我都恍惚了 我去问导演组 我说我为什么这么急着找男人啊 不是有一个孩子等着上户口吗 赶不上小学开学了 然后他们很过分 他们可能想在这个节目上 多展示一些男的 所以他特别害怕 我喜欢上前几位 所以他就找一些 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 简单来说 就是我段子里吐槽的类型 我才明白 吐槽人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要 不是吐槽这么明白 他们也找不了这么准 好 谈恋爱可太苦了 这一年我真是没少吃苦 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 但这也真的只能怪我自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们平时看到我 你知道潇洒 自由 情绪稳定 可以说世界一切美好的品质 都给予我一人 但我一旦谈恋爱 我就会变得脆弱 多疑 歇斯底里 你知道我们这一年 已经有两个男的说我说话像穷瑶了 但是我觉得我 杨丽 我说话像穷瑶 给我气的 就马上去看了一下穷瑶写的东西 我发现写得真好 写进我的心坎里 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是紫薇 尤其是 当我面对着我喜欢的男生的时候 我心里就会想说 我真是跟紫薇一样啊 瞎了眼了 我总是喜欢上特别差的人 而且越来越差了 真的越来越差了 差到什么地步 就这么说嘛 这个节目里所有的男演员 我都喜欢过 没有一个好东西 王敏是好的 我为什么总是喜欢上特别差的人 因为我总觉得我最终可以改变他 虽然我看起来特别普通 但我实际上特别自信 你怎么劝我都没有用 你特别夸张 你说这个人特别差 这个人特别坏 这个人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强强民女还发动战争 我都会说 那是因为之前没有遇到我 快别废话了 快让老娘去点话她 就是 我就想奉献我自己 你知道吗 夸父逐日 女娲补天 杨丽嫁人 我觉得啊 我谈恋爱都快谈疯了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再这样下去 我挣了这点钱 将来都得被男的骗走 我再也不谈恋爱了 我再也不谈恋爱 我不追求恋爱了 我准备结婚了 我受够每天那种在家里就是 患得患失 你想着说 她到底爱不爱我 我想过那种很确定的生活 就是每天在家里 就是心里想 我确定她就是不爱我了 但是她再也甩不掉我了 很踏实 而且截了我引号 我再也没有之前的痛苦了 我再也不用认识新男人了 我真的每次 我真的受够了 再去听他们嘴里那些 我根本不感兴趣的 无用的知识 我还要假装很感兴趣 你知道吧 就为了让她开心 最后对自己造成很严重的 在心理创伤 只能喝酒来麻痹自己 我非常擅长这一点 就是你很简单 就是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假装听不懂 你就说 啊 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讲讲嘛 哇哦 好厉害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服务员再给我来杯威士忌 都一样 咱们女人啊 到哪都得伺候人 说到这儿啊 我还是想和大家说一句 我前面说的这些啊 都是胡说 我真的是非常向往和恋爱和婚姻的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年 我所有人生都太顺利了 我需要一些挫折 就是我做的事情对我来说 好像都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我好像脚永远踩在地上 就是你可以总结规律 所有工作你越做越好 然后你可以趋利避害 但我特别希望 我人生中还有一种情感 就是能帮助我 不是考虑利益 就是能帮助我超越我性格里的 自私和懦弱 达到一种 就可能是某种 有力量的永恒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有一次我就 把这句话 跟我一个喜欢的男生说了 我说 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谈恋爱 我是喜欢那种超越的感觉 然后她也特别认懂 她说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杨超越的感觉 行吧 那就祝福你吧 希望杨超越也能喜欢你的感觉 还是有可能的 如果她也像我一样瞎了眼的话 谢谢大家 我是杨绿 谢谢杨绿 谢谢杨绿 3 2 1 请 不好意思啊 我要点 我要点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解释一下 我先说话 你说 我感受她讲的每一个呼吸的感觉 她自己的这个感觉 我刚刚突然在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她是一个 多口秀是什么东西 是一定要笑吗 就是可以不笑的 她说我很 我很 我很安静 很欣赏刚才那种 感觉的东西 就是我很喜欢 因为我是女的 我知道她说的很多角落 虽然有可能有演绎的地方 但是那些角落是我们都触碰到过的 高级 所以我被她那个带进去 我忘了摁了 静姐这段话到底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是在夸你 是在夸你 但是我们尊重规则 虽然静姐是听进去了 但是您是知道拍灯规则的 我们就不补这五票 因为这样 因为我还没有讲 大老师就拍了 就算平了 对对对对 什么我是个男的 我必须要给你拍灯好吗 你这样真的是在骂我 没有没有没有 静姐 我特别知道你现在的感受 是对的 但是今天这场表演 确实是这个特质 就是好像多过个笑的那部分 我已经放弃 我觉得在脱口秀和婚姻之间 我只能选一个 那是 当然是钱了 我觉得我今天是挺期待你的演出 可以看到男生跟女生的 那个思维逻辑是好不一样 在细致那个内容的时候 我一个一拍不只是因为要笑 而是我是挺感动的 因为我觉得 只要在舞台上面表达 一个你自己好私人的一种感受 是不容易 然后是脱口秀的 没有什么道具 没有剧情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要做 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用一个黑色幽默的方法 拿到共情点 再表达一种感动之处 我觉得那个是好棒的 所以了解你的应该 就是应该明白 如果一天你遇到一个 喜欢你的男人 应该甚至是真心 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那个是懂得欣赏你的人 应该很难遇到 没有 既然静姐提出了这个问题 可以多聊两句脱口秀表演 其实我们这些演员朋友们 在准备每一次表演的时候 会在两个点之间摇摆 就是我这一场是要表达 多一点呢 还是纯好笑 就算了 这个其实是挺挣扎的 像穿那个 刚刚就讲了半天 就讲厕所 就是一种选择嘛 对吧 那可能杨丽就站在 表达特别多的那一端嘛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这也不好笑啊 这是脱口秀嘛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脱口秀也是可以这样的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 你还是笑是最重要的 而且观众是对的 就是你 你就是面临你的选择 你讲什么 不讲什么 你就无所谓了 反正要尊重规则 就是要笑嘛 好的 欢迎 到时候节目播出以后 观众朋友们 针对杨丽的脱口秀表演 进行一些讨论 但我希望大家讨论的时候 把我摘出来 纯讨论艺术